梁粉来了 大家好 我是乔娘 梁粉影片 昨天就应该上船了 翻面走乱 耽误到今天 今天我会教大家两种吃法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前面影片我有冲给大家看 我还有159克这样的自己剪的实话菜 今天先用80克 一次用不了这么多 这里注意 如果你去买的 不会这样麻烦 因为这是我自己剪的 我搓给大家看 这还白白的 因为实话菜在海里泡着 就会形成一些盐碱 你们在市场上买到的都白白的 那是采实话菜的海女们 洗了五六次 把这些盐碱都洗掉 然后经过几次淡水的冲洗 才能变成白白的 我这个是它原来的天然色 我教大家详细的做法就是 如果你自己剪的 就这样处理 你看我手上一搓 这些盐碱都下来了 可是这种方法有缺点 就会把实话菜脱破 有些渣渣就浪费了 现在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法 加上白醋 碱和醋都会蒸合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办法 奶奶没有教我 你看浸泡了三五分钟 就像洗衣服一样 一边的揉拖 这些盐碱都下来了 但是这些大一点的 还是要手拿一下 碱一下比较好 所以一分价钱一分货 我去店铺市场看了 真的现在涨价了 不是以前两三百块钱一斤的 而且还买不到 所以我这些会分两克来吃 很珍贵 不过我建议你如果没有石花菜 就像我上个影片中一样 你去买一包羊菜 那也是石花菜剁的 才二十块钱 剁起来非常的方便 好了 现在冲冲这些有多重 哦 吸收了醋了 现在两百克了 这样我们就有数 它的重量和比例了 再用清水继续洗 这个时候 里面的一些杂质 我们就能看到了 这个时候再拿也不会破掉 也不会断掉 所以用这种方法来洗 就不浪费 这也证明 这些石花菜完全是天然的 但是有个缺点 就是在外面买的 那里面加没加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啊 所以自己动手是比较麻烦 但是用起来很安心 再洗一遍 石花菜就是洗的时候比较麻烦 当然这是我自己捡的才这么麻烦 你去买的都不会 你看 你看 现在洗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已经能看见石花菜长什么样子了 捞出来 断干水分就好 一共洗了三遍 水已经清澈了 就可以了 现在一开始注意了 这是最关键的 石花菜放在锅里 加上50克左右的醋 然后开火搅拌 切记小火就好 如果火大 马上就粘在锅上 石花菜的优点就很有胶质 就这样翻炒 醋就没了 只有一个酸酸的味道 这个作用就是 你看 掐一掐 石花菜已经粘粘着了 我加上了2500克水 在这里注意一下 如果你不愿意 石花动有酸酸的味道 你就直接把石花菜放在锅里 加上2500克水煮就好了 这样你就可以做甜甜的味道 我是主要做凉粉 所以我炒一下 有个酸味没关系 因为凉拌的时候 我们本身就要加醋 把泡沫砸纸捞一下 马上锅就开了 这个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离开锅 因为泡沫太多 太会溢出来了 你必须等着锅 这样开大以后 完全泡沫开起来 就可以关小火 你再可以离开锅 我这样教你 你们是不是会很烦呢 好了 现在关小火了 盖上锅盖 你就可以去尿尿了 上上个影片中 有个美国朋友问我品棚是什么 品棚就是台湾粒子 吃起来跟粒子一模一样 但是长得比粒子漂亮 在外面卖扒好的籽 是100块钱一斤 带着壳50块钱一斤 扒出来放电锅里蒸就好了 跟粒子一样 有粉丝朋友留言说 不要给十万吃 今天这些皮我就丢掉 不给它吃了 品棚就是这个季节油 如果大家想吃可以去市场买一点 看看 这个很好处理 只要扒干净 放上水 上电锅里去蒸就好了 是一种不错的美味 好了 现在已经煮了一个多小时了 先找个小碗 拿出一点来看看有没有好 因为在锅里我们没有办法充重量 只能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来试 看现在已经很粘稠了 保重没问题了 看一点点 只要十分钟就变成这样 很结实了 就可以关火了 把渣渣滤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还有细细的小渣渣 这没关系都可以吃 如果你去买的 要注意 有的时候会买过人家泡过一次 如果按我这个比例 可能你的冻就结不起来 有一次我的朋友说他买的不结冻 所以说按同样的比例 有时候自己煮的就不结冻 也是很欧 从大盆里要到保鲜盒里 这样分开装 吃起来比较方便 如果你想吃甜的 就不能用醋来炒 切剂哦 好了 现在就放在一边 凉透就可以放到冰箱里了 放到冰箱里 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开吃了 凉粉需要这些食材 香菜 榨菜 还有大蒜 看 拿出来了 非常的结实 这是专门刮凉粉的小工具 今天我们不用 我教大家如何来切凉粉 看天然的饧泡 能看见这些石花菜的渣渣在底部 可以吃 如果要卖 上面这一层就要切掉 自己吃不需要 就这样吃就可以了 先一切四半 比较好操作 我今天会分两种口味 一种是青岛口味 一种是台湾口味 看 短短短 短短是来台湾才学的 凉粉可以切条 也可以切细丝 切细丝比较像面条 我比较喜欢宽度这样吃 较有口感 切下一个台湾口味就切的比较细 就是用上花生 直接放在大碗里就好 轻轻弹弹 加香菜 加大蒜 加榨菜 加万用香油 这是小黄瓜的料汁 前面影片我有教过大家 拌这个是根据自己的口味 这就是我们家乡最传统的凉粉 加香花 哈啤酒 吃凉粉 这是我自己做的橄榄醋 加上一点供入味 这就是外界人去青岛 必须的哈啤酒 吃凉粉 好 下面来个台湾口味的 甜的 刚来台湾的时候 做凉粉 老公不吃啊 哎 当老婆的心里很难受 怎么才能吃呢 换甜嘛 加一个花生来就好了 结果 现在我也喜欢吃 爱这一口爱到不行 今天的晚餐 我就吃这一碗了 最后总结 冰冰凉凉的夏天 赶快给你全家 煮上一盆石花冻 如果你想做甜的 就不要用醋来炒 直接放上水煮就好了 顶多时间长一点 也会煮得非常好 好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